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江西省在23年前發生了一宗很恐怖的案件 是強姦案,有三個男人潛入中學女子宿舍 然後強姦幾名女學生,其中那個男人走老走了23年 近日先在廣州散投給江西警方拘捕 根據大陸澎湃新聞報道,在2000年3月11日凌晨 劉某、新某、謝某三個人潛入江西沉烏縣某個鄉鎮中學女生宿舍 強姦幾名女學生案發後,三個人畏罪潛逃 當地警方立即展開追捕,先後將新某、謝某拘捕歸案 但劉某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消聲匿跡 報道就講到廿多年來,沉烏縣公安局刑徵大隊 一直都沒有放棄過對劉某的追查,文警多次召開案件分析研判會 而最近亦都用了新技術進行研判比對 而在2023年4月初,根據大量數據分析發現劉某在廣東省的山頭市做活動 而去到4月13日,在當地警方協助下,成功在一間玩具廠把劉某拘捕 而根據劉某的交代,因為他怕被捕,亦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所以這麼多年來他是不斷地換地方去躲埋的,說他也是很厲害的一個人 如果你說在疫情之前,你這樣周圍走,合理的,你可以就行了 但是他竟然在這幾年疫情這麼強力的防疫之下 有健康碼又很多核酸檢測的情況之下,他竟然都是可以捕他不倒的 甚至乎現在用這麼多電子支付,他仍然都是可以逃脫 動足23年才捕到他 而其實就這樣看這案件,他們三個人是一個很變態的人來的 因為你潛入女子的宿舍去做這件這樣的事,對這些女生來講 或者是對全校或者同一班的女生來講,都是一個陰影來的 不過現在隔了23年終於捕到這一個犯人歸案了 好了,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,下面留言 下集再見啦,拜拜!